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看到很多病人他不会不高兴 刚好可以锻炼他的医术 他的专长才可以派上用场 所以众生沉沦到苦海 没有关系我们有法宝 我们有法船 我们可以让众生飞身来上岸 积德登云船 就怕你没有武器 我们有武器啊有法器在身 所以呢这时候正好 正是这些先佛神圣也好 君子圣贤也好 他们一展所长的时候 所以怎么样子 能够 整乱世于沉沦 拯救这个乱世于沉沦之际 这是皮卦讨论的过程 就有六个阶段 一步一步来 就今天我们今天要画梭婆土为莲花帮 要怎么画法 怎么样把梭婆土化作莲花帮 怎么样把小人变化 弃子成为君子 怎么样把坏人匪人变成善良人 小人变成君子 怎么样内小人而外君子变成外小人而内君子 这就是今天皮卦讨论的一个过程 这讲的就是怎么样度化顽劣的众生 不是度善良 这是度众生 我们修到第一个阶段就是太挂要按掉贤良 先把贤良之士调起来成为基本干部 再来就是要普度众生 那普度众生就在五卓二世 五卓二世的众生都受污染很严重的 要怎么去度化他们 第一个拔毛卢以其会 这个好像上一根三个卦也有讲到 同样的但是内容意思不一样 拔毛连卢 这是毛 毛草 毛草下面有根叫做卢 就是毛草看起来是独立的 可是下面呢是连在一起的 根可以连在一起 就是说你今天要度化这些小人的话 度化这些众生啊 你不用说一个一个去度 你只要掌握一个 你真的把它度起来 有时候我们度一大堆啊 可是都没有真的把它拔起来 没有提拔起来 你要一个真正起来以后 这一个人绝对不是单独一个 他物以类聚啊 他会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 所以用这个去度其他的 你真的把它提拔起来的时候 用这个来度就要面对一群的小人 那很一群的众生很困难 你要用他同类啊去治同 就要以仪制仪啊 像以前后学有个朋友 人很正直善良啊 他就说他 然后也就奋发有为 三十年前啊 那个朋友在图书馆认识的 然后就看这个年轻人满 满正直的 满有作为的 就跟他聊天啊 在图书馆读书嘛 聊天谈起来 他跟我同年了 他就说他 事实上 因为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家里面 他家里面有五个兄弟 五个都在混流氓 他是最小的 哥哥都把路帮他铺好 县城就可以当流氓 他也只有流氓这条路可以走 所以他到高中的时候 已经很坏了 他跟那个肖静腾 读同一个高中嘛 富江高中 高中的时候很坏啊 他变成全校的头疼人物了 全校的坏蛋都是跟他在一起的 因为他家世背景好啊 全家都流氓 然后出到什么事 他哥哥都会出面 他哥哥都是那种 什么竹连四海的那种大咖的 后来他们那个校长很厉害 校长竟然叫他做什么 救察队长 哦 那个荣誉感整个都出来了 这真是乙 日乙啊 校长就提拔他起来 做纠察队长 他出来以后 他就把那些 那些 那些他从前跟着他跑 那些水辣通通管得好好的 从此以后他就有荣誉感 他就考大学啦 等等和奋发向上 就整个人变了一个人 这就是所谓拔毛炉 拔毛炉以及会啊 这个会就是同类 拔毛连炉连根啊 拔起来然后同类都会连累而尽 这个小人连累而尽之相 有些小人连累而尽之相 那刚刚讲那个高中校长 只是他管住了 他提拔了一个坏蛋 管住了一群坏蛋 那让这个坏蛋变成好人 可是道场这种例子也很多啊 你像那个 我们这边 天本道场在乌七 乌七的道场 乌七道场怎么起来的 就是渡到了一个吃喝嫖毒 乡里上出了名的坏蛋 那太太先求道啦 亲口如素啦 然后就开始 要成全 成全他先生 那先生是当地乡里中出了名的 游走好闲不务正业的坏蛋 好事没他的婚 坏事呢 通通跟他有关 然后呢 结婚以后从来也没有工作 从小到大都没工作的 没有收入的 游走好闲 光知道享受而已 浪费而已 然后求道以后 诶 成全他 结果他改变了 就在乡里之间畏为其谈 求道以后他就改变了 开始认真工作了 开始亲口如素了 最后还把家里面的主产捐出来 就盖了一间公坛 乌七那个公坛比天本 现在的本坛还大 你们有没有去过的 等一下是有没有去过乌七 没有 天本的在乌七的公坛 就是因为度了一个这个 拔毛 拔起这根茅草以后下面 整个起来 所以他整个道路就这样 兴生起来 所以像以前 后学的前人就说 他们 到一个地方开荒 就度两种的人 一种就是地方上的 闲凉之事 另外一种就是最坏的 就上度最好的 下度最坏的 最坏的就是什么 吃白面的 吸毒的 吃白面就是抽鸦片的意思 就是吃白粉 他说那种吸毒的 那个最没救的 大家最怕这种的 就要度起来成全他 改过向善 亲口如素 哇 整片就上来 这就是所谓的 拔毛如以其会 拔毛如以其会 所以要找到一个重点 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不好 但是你把他改变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道太有力量了 他真正是可以 化 真正可以化 可以化恶为善 就可以真正感动人心 就好像你一个医生 把一个重病的病人治好以后 他就出名了 对不对 他就出名了 这个人病了 谁都治不好 你一经手 急铁腰下就好了 那当然这个医生 就生育远波了 所有人 你不用广告 都用来了 刚刚讲无期到场的例子 也是这样 后学前人讲的这些例子 也是这个样 所以拔毛如以其会 真吉 亨 这时候既真且吉 本来是刚好相反 这叫翻盘了 然后引导他们 拔起来做什么 引导他们成为正人君子 而且告诉他们 你一旦去恶向善 成为正人君子以后 就会吉且亨也 就会吉且亨也 就像刚才讲这位 乌七这位道卿一样 他去恶向善 上天提拔他 他做了人才以后 他事业 除了他的品德越来越好 他事业也起来了 甚至他有办法捐钱 捐地 来建立大道场 建立公坛 那变成地方的灯塔了 变成一个号召力 所以真且吉 上天还会特别成全 特别成全这种人 这是什么叫做 耶稣讲做一句话很好 叫做上帝爱罪人 圣经里面这句话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上帝特别爱这些罪人 因为罪人悔改以后 就会带着一群人悔改 所以上帝特别爱罪人 罪人只要肯悔改 上天都会特别帮助他 真吉横都会发生 他一旦真以后 一旦他要成为正人君子以后 上天就会让他特别的吉祥如意 特别的通达 做什么事都顺利 叫真 再来就是吉且哼也 所以要懂的 不要说光知道 这个小人 这个坏人 我要怎么样排斥他 不用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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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真正的 这种 圣人之道 圣人之道是有办法 看到有机可乘 有办法把这个小人提拔起来 尤其这个小人 如果是有影响力的 更要去提拔他 所以转化一个 整个都会起来 这就拔毛如意其会 所以项月拔毛征集 自在君也 所以拔毛征集 大家 这些小人 自为君子 自在君也 立志要成为君子 然后整个就不同了 就改头换面了 先要 要让他立志为君子 所以孔子还强调说 拔毛征集 你不能光以利幼子 你要成全到他 立志为君子 他有那个志向出来了 这时候就会急 就会哼 然后呢 也会带领大家都 我只要立志为君子 上天不会辜乎 你要立志追求 荣华富贵 那个妖魔鬼怪 他给你 他会要回来的 很可怕的 很多人追求这些 像现在很多这种的 很多这些什么 潜能开发课程 都告诉你 你要 你要 你要相信自己一定得得到 你要跟宇宙呼吁 呼叫 说我要得到什么 我要得到荣华富贵 我要得到大房子 大车子 你要赐给我 告诉你 会回应这种 先佛菩萨只会回应说 我要成为君子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他会回应你 你要追求荣华富贵 有谁会回应你 魔鬼会回应你 你也许会成功 你如果够诚心的话 魔鬼会感应你 但是他会取回代价的 会取回代价的 这非常可怕的 像在这个西方就有一个 传奇人物 叫做堂皇 剑侠堂皇 中世纪时候的传奇人物 剑侠堂皇 就像我们 台湾人讲 廖天丁一样 剑侠 武功高强 文武双全 剑侠堂皇 然后他本来是从小是 在一个宗教信仰的很虔诚的一个富贵人家 贵族世家长大 然后都受到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宗教信仰的熏陶 优秀的不得了 可是去读大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 也是贵族出身的 可是是一个邪魔 一个年轻人 诱惑他 一步一步走向堕落之路 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他的故事 所以讲到这个邪魔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贵族出身的邪魔 这很有意思 他为什么会变邪魔呢 因为他爸爸也是一个伯爵 一个贵族 然后他小的时候生了病 生了很重的病 医不好 然后这个父亲就到处 到处求医 都医不好 后来他们有信仰很虔诚 他们就到教堂 那他自己有权势的人 他可以去求到什么 圣徒的一些 用过的东西 来给他加持 就好像我们说有一些什么 这个 法器 法物 以前圣徒 耶稣有十二门徒 就像我们说到场里面说师尊师母用过的东西 来给你加持 哇 就觉得那个太神灵了 都没有用 小孩子已经快死了 那他们教堂里面有那个天使长 叫加白猎 天使长 然后带着翅膀 天使长的塑像 天使长的塑像 你要到天主教的那个教堂里面就会看到 天使长的塑像下面就会踩着一个魔鬼 脚踩着一只魔鬼 魔鬼匍匐在那里被踩着吃牙裂嘴的 就表示天使长可以降虎魔鬼 然后这个爸爸带着这个快死的小孩 就求这个天使长 天使长啊 我的孩子 我所有的虔诚的奉献都奉献 我该求的都求了 该做的都做了 但是孩子还是好不了 如果你治不了他的话 那请问那是不是请你脚底下踩着这位先生啊 可以帮个忙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孩子就突然间就好了 后来就变成邪魔了 又变成邪魔了 变成邪 邪得不得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不得已的时候会跟魔鬼求救的 我们觉得这是个故事 不是啊 后绝就亲自碰到过一位 他的同学 高中同学 没有求到啊 带到佛堂来 就跟后学讲说 他的一个经历 就他读国中的时候 他是很内向的 很闭塞的人 好不容易交了一个好朋友 对他很好 两个人默逆自交 就这个好朋友呢 被同学的那些坏同学啊 霸凌 霸凌后来说 竟然 这个好朋友 他就是很善良 很开朗的 突然间 跳楼自杀了 哇 他心里很恨啊 他想要报仇 他时常在纸上写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可是 求神啊什么 希望神给他们天前都没有用啊 他就 每天 心里也在喊 嘴里也在讲 手里也在写 说 我不信佛了 我不信上帝了 魔鬼来帮助我吧 他一直写 魔鬼来帮助我惩罚他 我要报仇 结果 结果那些霸凌的学生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找上他 就把他 堵到厕所里面去 一群人 七八个人 先有个个子比他大很多的 掐住他脖子 要殴打他 凌辱他 这时候他就喊 魔鬼啊 帮助我 魔鬼啊 就这样喊 突然间他就 轰一声 头脑轰一声 他就感觉到头脑被爆炸 轰一声 然后他就失去知觉 等他再清醒过来的时候 那群人都倒在地上 都被他打倒在地上 他从此以后就时常有邪魔附身 他就跟我这样讲 我叫他度他求道 他不愿意求道 他就很深刻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祈求 很可怕的 不要随便去祈求这些荣华富贵啊 你求不到也就算了 你求道以后 你不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啊 我们要求就是上天啊 让我改 真的是 我们的愿赞文讲的最好 忏悔佛前 改过至今 共筑天盘 这是共同的祈求 众生和我都一样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 人活的就是要清清白白的来 清清白白的走嘛 要把身上所有的毛病习气都花掉 这才是正道啊 所以作为自在君也 这个很重要 我们成全道心 不要光成全他高兴啊 你来修道 你就可以荣华富贵啊 你就可以有钱啊 什么事你都解决了 你来修道 你可以成为君子 这是你唯一成全之道 你可以成为君子 你要立志为君子 那上天自然会让你呢 急且恒意 自然会让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平顺 不会让你荣华富贵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呢 山穷水尽 窘迫不堪 绝对不会 六二包成 小人吉 大人匹 亨 包成 就是包容成寿的意思 好 众生我们成全他 立志为君子了 但是他虽然立志为君子 可是他习性很重啊 毛病习气一大堆啊 习性很重 这时候怎么办呢 第二个阶段 你要包容成寿 很多道心啊 求道以后 甚至亲口了 当坛主了 当办事员了 还是习性很重啊 问题一大堆啊 这时候你必须要包容成寿它 今天要度化众生 就一定要包容成寿 要概括成寿啊 没有办法 所以小人吉 就小人来讲 当然有大人 有君子能够包容成寿它 他就有改变 改过自新的机会啊 小人谁都受不了的 他就是喜欢 斤斤计较啦 贪心啦 自私啦 很多毛病习气啊 喜欢毁谤啦 造谣啦 讲是非啦 那你还是要包容成寿它 给它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就大人就匹啊 这是匹挂 大人 他不是讲君子 他讲大人 因为大人才受得了 所以 这个 这个匹挂啊 它里面没有出现君子 它都是出现大人 就是只有大人 才有办法 去 转化 光君子不行 君子只想独善其身 劫生自爱 受不了了 大人讲的就是圣人 只有圣人 才可以普度众生啊 要不然我干嘛找罪受啊 我自己独善其身 我自己正直的过日就好了 正直善良过日就好 我干嘛去惹麻烦上身啊 我肚你成全你 结果你所有的痛苦烦恼 什么垃圾 通通都要丢到我这里来 就小人来讲 他当然急了 但是大人是匹的 可是匹而亨也 虽然匹 对大人来讲 就是一种负担嘛 就他就被小人困住了 可是他可以亨 他可以在里面 导到亨童之道 因为他就是要救化这些人 他以此为乐 不以为苦 前几天后绝在台北 然后半道 心求到人 要戴个帽子 人家叫他说到佛堂 要求他把帽子拿起来 不吝 不肯 我就要戴帽子 造型 好那就算了 求到 在念这个 发愿 他就不肯念 得到以后 曾经报仇 实际 很难沟通的人 一求完道 就跑来了 跑来问我 跑到我身边来就说 这个 我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发问 他说你看我有什么问题 就是高拐的人 就这样 你看我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怎么知道 你有什么问题 我说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看起来 他说对啊 我有病啊 你看我生什么病 我说你身怎么 我也不是医生 你身什么病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但是我看你是一个 这种情绪起来就下不去的人 这只看得出来 观察得出来 他说对 他情绪起来 生气起来就下不去的 我说像这种 就是情绪纠结 就是无形的肿瘤 因为变成有形的肿瘤 对我得癌症 他说他在问什么 那我上辈子是什么 上辈子是什么 你上辈子这个癌 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好 问上辈子是什么 终生就是这样子 我说我不知道你上辈子是什么 我心里想着说是猪啊 是什么 问这种猪脑袋的问题 那我们不能这么讲啊 对不对 我觉得你是生死破在眼前 还在问上辈子是什么 我只有跟他讲说 你那个情绪起来化不掉 所以今天传你三宝 你只要把那个情绪 你那个愤怒啊 怒气起来就化得掉 你的身体的疾病 就可以化得掉 还是要好好跟他这样讲 要痞而哼嘛 对我们时常办到 就时常要被这些人包围啊 他问的都不是道德的问题 他问赚钱的问题 他身体健康的问题 他家庭的问题 夫妻相处的问题 都这些问题 那你还是要包容承受他 然后想办法去开导他 给他找出一条横桶之道出来 打通他的关节 打通任督二脉 向约大人匹哼啊 不乱群也 大人虽匹而哼 虽然匹啊 虽然被小人围困啊 要去度化小人 但是呢 还是可以走出亨通之道 为什么呢 不乱群也啊 因为不乱于群小啊 就是不会被这些人乱了 不会心乱掉了 不会 不乱群也 六三包修 向约包修为不当眼 小人 你成全他 自为君子以后 他毛病习记很多 你要包容承受 慢慢去感化他 慢慢感化到一个程度以后 他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叫做包修 所以包修是什么意思呢 修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修此心了 他虽然有恶习 可是他会忍住 他还没有化掉 可是他不会发出来 他会忍住 我想要计较 我想要讲思维 我想要攻击人 我想要贪心 我想要做一些坏事 我忍住了 我不是不想做 可是我忍住了 他有这个办法忍住包修 可是还是很苦恼的包修 所以这个是开始呢 会懂得持戒了 他开始 他除了有志向 立志以后呢 开始化习 最后呢 开始 能够自治力 简单的说 他开始有自治力 对小人来讲 自治力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寿性 叫包修 为什么 他有羞耻心 可以包得住 有时候在道场里面 有很多的因缘发动 会让人收敛自己 像后学那边有一位道亲 他主动来求道的 哇 身上刺青的 就是在路上看到一本书 就是刚好是我们印证的道书 他就从那个书的地址 找到佛堂来了 没有人敢当他的饮宝石 他就说要来求道 要拜拜 既然送上门来的 就让他求了 求了以后毛病很多 一天到晚不满 都没有温暖 这个 舔船师也不关心他 大家都不关心他 等等的 然后他又生病 他又车祸 车祸就是脑部有淤血 脑流 颠碱 骑机车骑到一半会失去知觉 那很可怕的 又摔倒在路边 他还继续要骑机车 后来就去龙肿开刀 所以要把脑部的那个浴血拿出来 哇 那个人习气很重 一住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又吵又闹 骂医生骂护士等等的 然后不堪其扰 然后在道场里面就批评道场 在医院里面就批评医生 批评医院 就永远都不满 最后他开刀了 那一进入手术房 就麻醉 麻醉以后他就 自己就回到了天上 要进南天门 然后这个法律主就出现了 他也不晓得法律主 天上有那个天将 守天门的天将就出现了 他也不知道是谁 他也没受什么教育 因为他从小就是 父 爸爸 妈妈怀孕的时候 爸爸就被人家杀死了 爸爸是流氓 然后哥哥也是坐牢的 所以他从小环境就是很不好 所以 也没受什么教育 很粗人 粗壁之人 然后就 这个 这个法律主就问他 我们后来知道是法律主 为什么会知道 你听下面就知道 就 哇 他说声音跟打雷一样 很大声 讲话的声音跟打雷一样 吓得要命 然后 然后就 好 你回来了 你有没有到佛堂拜拜啊 有没有 佛归礼节记不记得 他说记得 那你念给我听 乱念 根本就没有背嘛 到道场只会 只会发牢骚而已 就乱念 你知道法律主怎么修理他 你 你谈很多的样子 我帮你清一清 就把那个毛啊 我就知道是官法 伤法律主 他说那个尖尖那个毛啊 冲到他喉咙转 虽然是做梦 还是痛得不得了 都帮他倾谈 然后倾完以后就说 好 你现在可以进南天门了 他就跪在那边 求法律主慈悲啊 宪佛慈悲 不要整我了 什么 就 他要进南天门 他要爬起来 爬不起来 就跪在那里 跪在那边 然后那个地板自动移动了 地板移动就是向那个门进去了 结果南天门落下一个闸 那个闸是刀闸 我们就用虎头闸 这边不是要闸王吗 闸王金瓶吗 那是真的一个闸 就这样一直下来 他吓死了 他一直往这边去 那个刀闸一直这样下来 他的人这样子 就这样子 地板在移动 那个刀闸这样下来 他抬头看 哇 快被砸到头了 快被砸到了 快被砸到了 他就一直扣手 老母慈悲啊 救命啊 后来 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 就发现自己已经开刀开好了 住在这个普通病房了 然后昏迷了不知道多久了 他时间很短 几分钟而已 他已经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就发现全身都呕七呀 很气哦 一醒过来就开始骂 就说一定是他得罪医生护士啊 就趁他昏迷的时候 就把尊啊 打他 全身都呕七 就开始骂了 医生护士就跑来跟他解释 说林先生啊 你误会了 他说你不晓得 你昏迷啊 我们开刀开到一半 大脑都打开了 已经找到那个血块要拿出来的时候 你突然间跳起来扣手 嘶 嘴巴还加热啊 老母慈悲啊 所以那个整个都乱掉了 大家不要 那不得了 那个脑浆都会流出来啊 赶快给你电极啊 电极一次还没有用啊 所以电极好几次啊 所以说全身都呕七呀 然后 然后这时候呢 在 哇又整个乱了套啦 就在找啊 就找那个血块 就找到一颗肿瘤 就把那个肿瘤摘起来 就恶性肿瘤脑瘤 但是初期的 被发现了 那根本不会发现了 等发现的时候太晚了 就他本来应该是要脑瘤的 所以他本来是真的要回去的 就上天就给他这个机会 所以他出来以后 他就亲口如素了 他亲口如素 亲口如素 他多年的糖尿病啊 这个时候我们讲 神爱罪人真的没错 他糖尿病好了 医生就问他说 你吃什么边方 这很重要的 糖尿病不可能好的 不可腻的嘛 不是说吃素就会好的 你不要以为吃素糖尿病就会好 不是 吃素人得到糖尿病也很多 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我绝对没有吃片花 我只是有吃素而已 吃素人一样会得糖尿病 就不相信他说的 这就是什么包修 这种人提醒那么重 他还肯有自制力 改变自己 虽然我们觉得他很麻烦 但是上天觉得要救他 要救他 这个包修 都会经过这个过程 那现在就很好了 亲口如素 佛规礼节 现在背得很清楚 一句都不会忘记 免得回去的时候又来一次 又要被贪很多 亲口容 你们小心一点 所以项月包修 胃不荡也 这孔老夫只说 为什么会包修 因为胃不荡也 还没有到那个位置 还没到位 所以会很忍受 这要潜伏爪牙难受 恰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难受 老虎把那个爪子收起来 哇好难受 胃不荡也 因为那个爪子都还在 我以为当年 可是这已经不错了 很多道亲就是这样子 他修到最后 他会忍受忍耐 忍耐自己 不要去做坏事 不要去说坏话 不要存坏心眼 可是还是有 就永远在那边天人交战 就要报修 但是过了一个阶段 就进入第四个阶段 有命无救 仇离子 你继续坚持下去 你自日利继续下去以后 天命下来 天命下来 你忍过一个程度以后 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 改过自心 忏悔佛前 改过自心 不断地忍耐自己的贪真吃 自己那种怨恨 不满 要给他化掉 一定要化掉 虽然不化掉 也要压住 然后忍耐坚持到一个程度以后 天命降下来了 叫有命 上天会降命下来 就要重用你了 要用你了 像我们说 这个发愿当坛主 当办事员 真正发心的话 有命 天命降下来 不要小看这个志愿 你这个愿一立 天命就下来了 我们到场当办事员都是有天命的 上天 受职给你 这叫天职 这很重要的 这叫天力 这种天力就可以无救 无救就是补过 就是消业障 可以消你的业障 然后愁离子 然后在你一个范畴之内 可以离 这个离不是离开的意思 这个离是光明的意思 《易经》里面有个卦叫离卦 就光明 就这个光明 在一个范围 在你生命的某一个范围之内 有那个光明 有那种神子的光明 会照耀着你 来保佑着你 叫离子 子就是神子 就是神明的意思 子 神子 保佑你 这个离就是光明 用这个光明 用这个佛光 愁就是在你生命的范围之内 来保佑你 可能是在你的家庭 工作 或者你个人的健康 可以保佑你 愁离子 有命无救愁离子 像后学那边就有一位道亲 哇 一天到晚在拼事业 赚钱 忽虐了身体 结果 昆道 后来就 就 得了这个 癌症 而且是末期的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的 乳癌 诊断 他就觉得这个乳癌 因为很容易串到这个淋巴 那血液 所以他初期很好吃 切除就好了 但是末期就很难吃 然后很快就通过淋巴血液 就扩散到全身 到了末期 那是很难救的 这时候他就怎么样 他事实上是以前就 亲口如素了 后来又开斋 又开斋破戒 这时候赶快回来 忏悔佛前再吃回来 这是第一步 再来又设佛堂 虽然是租的房子 他也是设佛堂 但他的习性很重 所以他每天现香的时候 他心收不回来 后学告诉他说 你现在没有别的 你就只要诚心诚意的 看上天要不要救你 他觉得自己没办法诚心 因为心很乱 那一定很乱的 你得了末期癌症一定很乱的 所以他就想出一个招数 他就这个香烧好一把香 还没有现香以前 那一把香就还燃烧的 就放在这个额头这里 对着玄关 那那个热度熏着 心就收回来 凝聚 等到觉得心很定以后 再开始现香 叩售 就每天这样的现香 每天一现香就这样 然后又立愿 社坛 游命 甚至有那个诚心 没有去医治 刘越长越大 他也没有 他也有那个诚心 虽然刘越长越大 他也并没有 丧失这个信心 也没办法 医院也没办法救啊 就没想到那个流破掉了 很可怕耶 那种乳癌搞到流破掉了 然后浓血流出来 那是最坏的情况啊 血肉连狼疾啊 然后那就表示你外面都爆破了 里面一定到窜了全身都死了 对吧 他也流了好几个礼拜的血 因为那种癌细胞就是不容易收口 后来收住了 最后又结巴了 就像经过一年以后 今年才跟后学讲 说他又去检查 身上一点癌细胞都没有 彻底痊愈了 这真的是 那个佛光怎么照进去的 怎么彻底的帮他做光疗 化疗 雷射治疗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嘛 这是一个前几年发生的事情 到今年才确定下来 要抽离子 所以他就发愿要修道半刀 向约有命无救啊 自行也 所以这种人啊 当然不一定生病啊 这种人就是 他会发现 上天足鼻啊 让你看到 他会发现上天慈悲 就是我好像在一个金中照啊 金光照 应该叫金光照啊 一个金光把你照住了 他信心十足 那家里设的佛堂 相依拿起来 他信心十足 我有一个金光照把我照住了 所以行治也 这个时候就不只是立志为君子啊 是真的要行治啊 那君子的志向就是要去普渡众生啊 对 所以他就渡人成全人 就会不遗余力 那他光讲自己的例子 就可以渡到很多人 所以他变得很会渡人 很会成全人 这就是所谓的有命无救自行 九五修匹 大人及 其王其王 细于包伤啊 修匹 就是表示说 已经到了将近成功的阶段 就是这个匹呢 这个所谓小人之心啊 已经 已经整个的 这种 收敛寒常了 叫修 他还没有化掉 可是收敛寒常 整个收敛寒常起来 叫修匹 所以说大人及 那是因为有大人 有心胸博大 心胸广大的圣贤啊 才可以产生这种修匹的效果 让众生这种小人之心 都能够收敛寒常 都收起来都看不到了 各个都变得真正的文质彬彬啊 自行也 有那个志向 有自治力 然后而且还去行功了愿 自行就表示 已经开始行功了愿了 开始行功了愿了 而且呢 信心十足 对不对 觉得自己有 有一个金光照照着自己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所以 这就是大人才可以造成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道气 大家道气充满 然后那个小人之心啊 小人之气啊 那个阴气都收敛起来 叫修匹 阴气已经收敛起来了 对大人及 可是呢 他要提醒你啊 齐王齐王 细于包伤啊 就是要小心啊 小心啊 他随时呢 这一些好的景象啊 你一个不小心 不要以为已经没事了 这个已经发心了 到这个程度了 当坛主了 办事员了 出国开荒办到了 没问题了 屌啊 透懂啊 告诉你 随时可能会失去 随时可能你就失去 这个人才了 齐王齐王 细于包伤 这个空老夫子还在后面啊 他这边没有解释 但是他特地把它提出来啊 在这个义传里面啊 后面的细词传里面啊 拿出来啊 来再三的点醒 我们翻开177页 177页后面啊 子曰为者安其位者也 王者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智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妄为 存而不妄 王 智而不妄乱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一曰其王其王 细于包伤 有没有 这么大一段就解释这一句 就意思说 不要隐为天下太平了 君子呢 要能够居安思维 简单的说 要能够居安思维 居安思维这句话 又从这里来的 要知道众生是很危险的 人心为为啊 你随时要把他照顾好 其王其王细于包伤啊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翻回来 这个包伤啊 意思就是这个伤树啊 伤树的嫩芽叫做包 他现在发芽了 就是发心的嘛 但这个发心就像 伤树的嫩芽一样 随时可能会被毛虫吃掉 被蚕吃掉 所以你要保护好它 不要让它这个 这个才发芽就被吃掉了 所以其王其王细于包伤 那就很简单盯着就好了 那很明显啊 那个伤树发芽了 就就看得到了 这个人发心了 看得到 但是随时有外力进来 会把它吃掉 会让它退心 所以你盯着它 要千万不要让它退心啊 这个最重要 不要让它退心了 不要让它这个菩提心又失去了 所以其王其王细于包伤 这时候不需要特别成全 就提上提点 哎呀要发心啊 像我们这些在座都是已经 修痞了 至少在座这一群啊 就已经修痞了 都没有什么小人之心了 都在行功了愿了 都是有命无救仇离子 每个人大概对于说上天的保佑 庇护都有经验 都有体验 大部分啊 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 大部分 才会成为一个半道的团队 但是也不能放心啊 像我们当谈主的 你的后学啊 办事员啊 都要特别注意 大家 那个心啊 不能失去 那个菩提心 那种旧式的菩提心 那种修到改过向善的心 千万不要失去 发心非常重要 不能 不能说 修久了以后 那个心就 开始那些不好的心 长出来了 自己都不晓得 开始那种 是是非非的心啊 跑出来了 那种你你我我的心 又跑出来了 那就是被吃掉了 这很可惜啊 最难的是前面的阶段 他修到有感受了 修到有自制力了 修到说可以亲口如树了 可以忍住自己的欲望了 那是最难的 那是最难的 到这个阶段 我们就认为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 其王其王 细余包伤 向曰大人之急 为政当业 这个本来不是讲 为不当业吗 对不对 包修 到了这边就不是包修了 这些人不需要忍耐自己 勉强自己去做 做好人 做君子 他已经 里外一如了 就变得很轻轻松松 吃素也吃得很 很自在 很习惯 行功了愿 都 了愿快乐 不是了愿辛苦 那了愿也觉得很快乐 但是呢 这叫为政当业 但是孔子还不放心 特地把这句话提出来 告诉我们要居安思为 不要掉以轻心 魔鬼会绝地大反攻 会在最后关头呢 出手 出考 就把你考到了 上酒 亲辟 先辟 后洗 好 度过这个阶段 又能够居安思为 然后不要以为说 自己已经天下太平了 还是能够 到最后阶段 还能够小心谨慎 测死测终 把这些 这个大人 可以把这些众生的 这个 好不容易发起的 那个菩提心 能够照顾好 也提醒大家 要照顾念头 不要让自己有坏念头出来 所以怎么样子 修道修道一个程度 你已经会行功了愿了 也清口如素了 牺牲奉献了 那心中的贪嗔痴 这时候要面对 就是那种贪嗔痴 你的那种贪心 称恨心 那种执迷的心 固执的 自以为是的心 出来就赶快把它化掉 赶快用三宝 扣手献香 求老母吃 别把它化掉 化这个三毒心 不要说 我现在功德那么大 我度那么多人 我吃醋吃那么多年 我福报很大了 功德很大了 只要这个心一出来 其王其王 可能就失去了 所以要再三的提醒 而提面命 大家千万不要 失去了自己的出发心 然后就可以 进入最后的阶段 清痞 先痞后洗 这时候这个痞话 就整个翻过来了 先痞后洗 什么叫先痞后洗呢 就人生本来觉得 处处不通 做什么都不顺利 做什么都不快乐 不管扮演哪个角色 我扮演父亲 我也不快乐 扮演母亲也不快乐 扮演小孩子也不快乐 扮演兄弟姐妹 扮演马英九他也不快乐 王近平也不快乐 扮演什么角色都不快乐 都痞嘛 都是觉得自己做那么多 台语又怎么讲 做个老官 让人生个老暖 就是这样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我 只有9.2% 我这么奋斗努力 我还不够辛苦吗 我老了十几岁啊 结果9.2% 然后那个官说的 还六十几% 有天理嘛 有先痞 但是呢 到了亲痞阶段 有先痞后洗 发起充满 你会发现 哇怎么搞的 修道真的好快乐啊 发起充满 这就表示已经进入呢 最后阶段了 修道修得越 就像师母讲的 越修越快乐 有人问师母啊 什么样修道叫成功 说越修越快乐 这就先痞后洗 不管环境怎么恶劣 都很快乐 先痞后洗 不管你前面的日子怎么痞 怎么困难 现在我快乐的不得了 这真正是 这个包商啊 已经成长为一棵大树 上树的芽 已经成长成为大树 种子啊 种子发芽以后 成长成为大树 所以他喜悦 喜乐自在 先痞后洗 所以当一个人呢 他随时随地 都这么喜悦 这么快乐 这么清凉自在 那就表示 他已经度过了痞化 他小人之亲已经没有 他已经变成君子 变成大人 所以我们成全道清 就要成全到这个程度 像师母说的 当你发现 他越修越快乐的时候 成功了 这才叫做屌啊 透懂了 光是发心勇猛啊 心功了愿啊 开荒下总不够 一定要到 到哪里都很快乐 就觉得有道修最快乐 有道修就快乐了 这个就是先痞后洗 向曰 痞中则寝 何可常也 这个痞到达极限的时候 一定会翻过来 翻盘的 一定会翻盘的 何可常也 不可长久 所有的痞运 坏运 全部都过去了 从此以后呢 你就不会活在这种 黑暗的世界了 不见天日的一种 忧愁苦闷 有钱也烦恼 没钱也烦恼 而是活在什么 有钱也快乐 没钱也快乐 不管怎么样 随时随地 保持这种发起充满 那我们 今天我们就等于 真正的把幸福快乐 带给了这个世界 所有的众生 拯救了这个世界 这时候真的 所有众生一起怎么样 跳出苦海渊 跳出苦海啊 才可以先痞后洗啊 真的跳出苦海了 全部上了大法船 那我就算是功德圆满 这才真正的叫做 匹吉泰来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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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